嗨,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在今天的课程里,我将帮你分析 罪犯和犯罪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 我们首先来看罪犯这个词 比如今天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新闻标题是 今早,一名罪犯越狱 一名罪犯越狱 罪犯是一个人,关在监狱里的人就称为罪犯 这个罪犯怎么了?越狱,说明他从监狱里逃出来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监狱呢? 这所监狱关押着三百名罪犯 罪犯是指关在监狱里的人 说完了罪犯,我们再来看一看犯罪这个词 由于罪犯和犯罪这两个词呢 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 这也是为什么很难掌握的缘故 我来给大家继续讲罪犯越狱的故事 在这名罪犯越狱之后不久 当地就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警方立刻到达了犯罪现场 什么叫犯罪现场呢? 犯罪表示做违法的事情 犯罪现场就是指违法的事情发生的地点 就叫做犯罪现场 警察到达犯罪现场以后 马上就询问了住在周边的人 其中一个人向警方报告 他看到了有三个人闯进了这个房子 警察立刻做出了推断 他们猜测 他们认为应该有三名犯罪分子 犯罪分子就是指做违法事情的人 犯罪分子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警察立刻就锁定了一个人 什么叫目击者的描述呢? 目击者是指看到违法事情发生的人 目睹违法事情发生的人 就称为目击者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警察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锁定就是确定了某个人 他们锁定的这个人 就是最近越狱的罪犯 刚才我提到了犯罪分子和罪犯 犯罪分子指的是做违法事情的人 叫做犯罪分子 而罪犯指的是关在监狱里的人 当然警察也查出了他过去的犯罪记录 犯罪记录就是指他过去做过的违法事情的记录 三天后警察抓住了这三名犯罪嫌疑人 为什么叫犯罪嫌疑人呢? 如果一个人做了违法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确实是他犯罪的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犯罪嫌疑人 警察抓到了这三名犯罪嫌疑人 他们三个都承认 几天前参与了这个犯罪活动 刚才我们用到了好几个和犯罪有关的表达 我来帮你做一个梳理 第一个犯罪现场 犯罪表示做违法的事情 做违法事情的这个地点就叫做犯罪现场 第二犯罪分子 做违法事情的人就叫做犯罪分子 犯罪嫌疑人 如果我们抓住了某个人怀疑他做了违法的事情 但是还没有证据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犯罪嫌疑人 第四个犯罪记录 如果某个人做了违法的事情 那么他一定会在警方留下犯罪的记录 违法事情的记录 犯罪这个词除了可以和名词搭配以外 可以做动词吗 可以的 假设你最近发现 你的朋友在监听另外一个人的电话 而且他还在别人的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 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做违法的事情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 他是在犯罪 他在做违法的事情 现在我为大家再朗读一遍这条新闻 看你能听懂多少 上周一 A城发生了一起罪犯越狱的案件 据悉 这所监狱关押着300名囚犯 在这名罪犯越狱后不久 当地就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接到报警后 警察立刻赶到了犯罪现场 并询问了附近的居民 其中一名向警方报告 他曾看到三名男子闯进了这所房子 警察怀疑 这是一个由三名犯罪分子构成的犯罪团伙 根据该目击者的描述 警方立刻锁定了怀疑对象 其中一名正是上周越狱的罪犯张某 同时警方还查出了张某的犯罪记录 他曾在去年因入室抢劫 被判入狱 三天后 警察在一家宾馆 将这三名犯罪嫌疑人逮捕 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